要不要纠正左利手有朋友说 小时候家人为了纠正左利手 他都是哭着用右手写字的 还有些家长 硬是把左手绑起来 想想真的太可怕了 这万一给娃留下阴影咋办 太多的研究表明 强行矫正左利手会给娃带来一定心理创伤 左利手也称为左撇子 一般来说 使用左手的次数比右手高出许多 例如用筷子 写字 用剪刀等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 用左手拿剪刀时就会有刀片加不紧 剪不值的感觉 因为换挡把手一般都在右侧 原谅我正在脑骨你左手想过来挂档 双手交叉开车的样子 还是欧美国家更适合你 如果你是一个左利手 你会发现无论是美工刀 螺丝刀 锅铲铲 还是鼠标 键盘 板子 甚至是乐器 球拍 摄影机 使用起来都很鸡肋 因为绝大多数产品 都是根据右手习惯生产的 西方的左利手回过一些 你经常会遇到左手写字的人 左利手之人并非所有动作都习惯或偏好使用左手 实际上完全左手的人并不多 他知道这个世界对于左利手的种种不友好 就更加不希望轻轻重蹈覆辙 尤其当看到轻轻左手拿笔时 就特别坚定的想要轻轻改成右手 如果前六项都习用右手或左手 后四项中任何医治四项用另一手 则称为右利或左利 所以其实你认为的左利手宝宝 大部分都还是偏右手